每个月清洁各社区是副理乡公所积极推动的活动 而透过了乡长江东城领军 与各社区的村里长还有村民合作 进行打扫捡垃圾等活动 维持各社区的整洁环境 而这次来到了石牌村 针对石牌村中心路车站街周遭的道路进行清扫 希望提供大家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这次小街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的 简单清洁作业 更是一次展现社区团结与合作精神的机会 由江东城与清洁队员及社区民众 一起针对路边的垃圾杂草进行彻底的清理 这次的街道的清洁度比上一次已经有进步大约50%以上 所以慢慢的环保的环境清洁的概念 其实慢慢都深入到每一位村民 每一位乡亲的心中脑中 不过这样的小街活动 不仅能够提升社区环境卫生 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促进相亲之间的相互理解跟合作 记者高双双物理箱采访报道